其實用荷爾蒙的避孕方法 最常見是混合型的康復避孕 混合型的康復避孕 其實有很多個Generation 分很多袋 我們說最早期 我們媽媽吃的 其實是一些很重的劑量的避孕藥 那個年代的避孕藥 會導致水腫 會導致女性的體重增加 甚至會導致頭痛 情緒低落等等 而現在市面上用的 一些普通劑量的避孕藥 即不是所謂超低劑量的避孕藥 其實已經是到第二代 第二代的病人藥 其實那個副狀已經少了很多 因為他們用一些新的黃體酮 用一些較為先進的女性荷爾蒙 混合而成的 但他們吃的總食出來的份量 都是比一些所謂超低劑量的病人藥 較為多一些 現在最新的超低劑量的病人藥 其實有幾個好處 一 我們明白它用的劑量少了 劑量少了之後 女性荷爾蒙對身體的影響都少了 黃體酮的份量 亦都是用一些新的黃體酮 對身體的闊藥少了 最常見的是什麼呢 一 它的體重沒有容易增加 你發覺用新的病人藥 或者是超低劑量的病人藥的話 女性的體重沒有容易增加 沒有容易肥 第二就是水腫的情況會改善 他們發覺有些黃體酮 基本上它有一個特質 就像是去水藥一樣 跟舊式的黃體酮比較 新式的黃體酮 它們發劑的作用就是 令它水腫的情況大量減少 所以尼胤程度的胸 臉及水腫的情況都會減少 這些亦都是新的混合型病人藥 最常見的 另外除了病人藥 我們經常講病人針 病人針的病人效果 和幸福病院大量少而是差不多 避孕針有個好處就是 每一個月只需要去醫生裡見一次 打針 整個月都不用自己吃藥 但你要明白一件事 避孕針裡面含藥荷爾蒙的份量 其實和避孕針差不多 甚至你說和超低劑量比 其實可能還要高了 避孕針在這麼多年的改善之中 其實它不是很多新的發明 避孕針一路都用的份量都是差不多 避孕針大部份都是一個月打一次 它的劑量比一些超低劑量 避孕遠較為重 至於身體的副作用 例如水腫 體重較容易增磅 也有 另外一次避孕針是三個月一針的避孕針 那些避孕針 我不會由太年輕的女性去用 因為避孕針的謎處 對一些年輕的女性來說 三個月打一次針 頭過半年至九個月 經期會很亂 它可能會亂到的地步 以為自己發生什麼病變 要看醫生 甚至用其他藥物幫助改善周期控制 所以那些是在特定的情況才會用的 例如生完嬰兒之後 要用那種特定的三個月的避孕針 或者用來控制經痛 可能要用三個月一針的避孕針 避孕貼是一個很新的避孕方法 在外國其實已經用了很多年 亦有不少人用過 但要明白一件事 避孕貼是經過皮膚來吸收的 它的好處是不用定期用它吃藥 不是每一次行房之前用的 只不過一個星期換一次 但我們要明白一件事 避孕貼經過皮膚吸收的 吸收不是100% 很多時用的劑量是給厚服的避孕藥 比傳統避孕藥 比超低的避孕藥還要更加重 甚至有外國研究說 它經過皮膚吸收回身體 總吸收到的病量比厘孕藥還要更多 所以亦有研究說 它增加血管殘疾 或者血管輸失的機會更多了 所以有些病人 例如家人曾經試過血管有病變 或者血管有無病 或者心臟病 腦血管病 或者曾經試過靜脈血管生失的話 其實不適合避孕藥 其他新的方法 例如緊急避孕 緊急避孕有個史面上的名字 叫事後丸 事後丸其實很多年前都有 如果找回舊式的避孕藥 即我們說媽媽在用的重劑量避孕藥 其實所謂事後避孕藥 就等於將兩粒藥一次過吃 在隔十二個小時再多吃一次 兩粒一起吃 但記住 這些是重劑量避孕藥 副作用很厲害 女人可以吐到暈 吐到入醫院 吐到黃膽水 甚至可以吐到胃抽筋和腸抽筋 這些是舊式的事後病院 新式的事後病院 就是劑量比較少 而且新式的事後病院 病人效果都是很溫暖 可以達到差不多90% 80% 只要你在進行事後避孕藥之後 的七十二小時之內 吃就可以了 還有一件事更加可以放心的 就是就算你吃了新的 所謂的事後病人藥 如果寶寶也是長了出來 病人是失敗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 寶寶不會因為吃了這隻事後病人藥 而導致有畸形 有異常之類的 但詳細呢 最重要是找回你的 副產科醫生 然後再談 你吃哪一隻的事後病人藥 那些事後病人藥 對你的身體 對你將來生著的寶寶 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你將來生著的 明天 太好了 無事 你好 說到昨天 小ério 不斷